跨速反应能力 主要研究了咱们导弹武器 根据现有的情况 它的技术流程是否有压缩的可行性 第二个的话是 加大对咱们平时发射单元的训练 重点是重蓝 重员训练 提高我们一岗的发射单元号手的操作的精准度 平时你要对武器装备 导弹性能的这些状态 要非常脱体可靠 每个人对自己的岗位操作要非常精准 减去任何一名号手或者两名号手 都能在这规定时间内完成发射 都能够提补它的操作